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伦普 相信所有人都有量过视力的基经验吧 那我们在某些科普的影片中 他有教大家如何简易的量测自己的视力 那这些影片所讲的这个量测的方法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介绍 到底什么叫视力 那在我们在医疗院所 或是你在学校量视力 用那个视力表量视力的时候 它的原理由是什么 如何透过视力表的量测 来帮助我们了解你视觉的一个能力 叫做视力 到底视力是什么 好,那希望今天听完我的影片之后 大家对于视力是什么 然后如何量测它的原理 你熟悉之后 当我们在看某些报道 或某些科普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道理 或这样的机制 这样的概念去评判一下 他所说的那个视力的量测方法 到底可不可行 到底有没有效 到底有没有道理 好,那我们来说明一下 什么叫视力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视力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视力的意思是视敏度 也就是你的视觉敏感程度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你对于视觉辩论物体的敏锐程度敏感程度是多少呢 我们就用空间解析度这样的观念来看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视野当中 你可不可以看到两个点点 这两个点点距离很远 这两个点距离很远 你却可以分得出两个不同的小点点 那我们就说这个两个点跟你眼睛所产生的这个视觉上的夹角 就叫做视角 那你的视角要多小还能区分这两个点 那如果这个视角再小呢 如果这视角比如说再小 这两个点就分不出来了 分不出来了 好所以我们就以你视觉上的解析度 最小最小的最小视角还能区分两个点的这个视角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你的视力上的敏感程度 我们称为视敏度 也就是我们的视力的意思 好那所谓的当你视力达到1.0的时候 我们的定义是 如果你的视敏度可以区分两个点点 它的视角最小视角达到1分的话 我就称你为1.0 那如果你的视角比较大 比如说哇我现在视角呢 会变得比较宽大一点 我视角变两倍 好是原来的两倍 这时候假设你是两分视角 这时候呢我们就说 那你的视力就是2分之1 就是0.5 好换句话说所谓的视力 就是你最小视角的导数 就叫做你的视力 那什么叫做视角呢 我们视角就是视觉中的夹角 视角通常我们用了角度 我们通常用了那个单位叫做度 对不对 但是这边呢我们用了不是度 我们用的是分 所以叫做一分视角 所以当我们用分这样子的单位 来判断你的最小视角的程度 我们用分哦 那分就是60分之1度 换句话说 每60分是 每60个视分 就是60分 我们把它就会等于是1度的意思 所以所谓的一分是60分之1度 好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视力如果可以达到1.0 代表你的眼睛的敏感程度 可以看到最小视角达到1分 也就是60分之1度 这样子的这个视角的角度 你可以区分它是两个点 好那我们用这个图来说明 到底什么叫最小视角 视角的单位是分 我刚刚讲的 每一分是60分之1度 好 假如这边两个点点 好那我在眼睛看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视觉上的夹角 这个夹角就叫做视角 就是图中的θ 好那你要看到这两个点点 这里两个点点可能离你很近 如果这两个点点离你很近 你的视角就很大 如果这两个点点离你很远 视角就会缩小 另外你的视角之间的距离 拉近一点 当然视角就很小 拉远一点 当然视角就变大了 好所以你的最小视角的判断 可以由这两个点的距离 跟这两个点跟你眼近的距离 来当做一个指标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视力的解析度很好 你的视力很好 照理说这个两个点点靠的越近 你还分得出来 或者是这两个点点 远离你很远你也看得出来 好所以我们就要算这个最小视角了 好所以当这个视角再小 你就分不出它是两个点 当这个视角刚刚好 你可以分出两个点 就成为你视觉解析度上的最小视角 那这个视角呢 我们的算法其实就算这个θ值 θ值我们把它单位是角度嘛 那它的单位是用分 就是60分之一度 那我们就是用反函数来算 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原理上就是 我要找出你的两只眼睛 各自的最小视角 而最小视角的导处 就是你的视力 好那如果你的是最小视角 假如是一分 我就说你是1.0 那如果你今天是两分 那就是二分之一 就是视觉 那个视力就是0.5 好到这边我们解释了什么叫视力 视力是量测你的视觉的解析度 它是以最小视角当作指标的 好换句话说呢 你的视觉的解析度 是看你的最小视角 是它指的是空间上的解析度 你最远最近 可以区分哪两个点 而不会把它混成一个点 视觉上看成一个点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近视的原因 或是道理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近视度数越大 我们是用你的眼镜的 镜片的凹透性的凹透程度 就是它的那个聚光程度来做评判 那是你的那个眼镜 它的焦距的长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 眼镜的度数 直接来推论你的视力的 那个最小视角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 近视是指你的眼睛在聚焦的时候 你的那个视野聚焦的位置 是在视网膜的前方 这样子的疾病 我们称之为近视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视力 视力它是指你在空间上的视觉解析度 当然近视会影响 但是远视也会影响 闪光也会影响 所以会影响那个视力的原因很多 近视只是其中一个 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说 视力的原理是最小视角 它是指空间上的解析度 如果你在坊间看到一些书籍 或是一些影片 科普影片 在介绍怎么简易的量测视力 如果它的原理是跟所谓的 最小视角的解析度有关 那它的原理就是合理的 但如果它是透过近视眼的度数 来做推论的话 其实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我再强调一次 近视的度数 它指的是你眼睛 那个影像聚焦在视网膜前面 它的那个聚焦的提前了 那很多原因 所以我们会透过你的那个 凹透镜来做校正 它是跟你的聚焦的位置有关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视力 它指的是眼睛对空间 视觉上的解析度 它会受很多因素影响 那近视只是一个 但我们知道近视越严重的人 它当然它的视力会受影响 可是有很多视力比较不好的人 它不一定是近视 所以是两个独立的概念 当然世界是有关系的 所以近视不等于视力差 视力差也不完全是近视造成的 好那我下面就是给大家一些资料 如果今天你是一分视角 那你当然视力就是1.0 如果你的最小视角是大一点 就是两分视角 当然你的视力就是 导数就是0.5 那如果你的这个视角是1.5 它的导数就0.8 好换句话说就是 你的视角越小 你的视力就会越大 就是你视觉上的解析度就越好 好以上我们这边简单的解释 什么叫视力 然后怎么用一些方法来量测 好那我们在一般 我们在医疗院所 或是在学校的保健室 我们是怎么量视力的呢 我们是用视力检查表 它的上面的字母 可能是用C 可能是用E 那你就是说 你这个C可能距离很远 你要区分的是这两个点的距离 好为什么就是X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量 不是在测量整个C 这个宽度你可不可以区分它是两个点 我们其实测量这个点跟这个点 因为如果这两个点你分得出来 你就会明显看到这么一个凹槽 你就可以指出 这个C的开口是向右 但如果今天这个 这两个点的位置 已经太远了 或是它已经超过你的最小视角了 你可能看不清楚了 你就看不清楚这边 你就会看不出它的缺口在哪里 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指出它的缺口方向 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的视力表用的是这个英文字母 ABCDE的E你其实还是这两个点的距离 或这两个点的距离 你可不可以区分的出来 好如果你区分的出来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缺口 这边有个缺口 你就可以指出它的缺口方向 但如果这两个点点你分不出来 你就糊在一起了 你就看不清楚明显的缺口 你就没办法正常的指出来了 好我们就用视力表上 是用C这两个点的缺口 跟E这两个点造成第一个缺口 跟这两个点造成第二个缺口 你可以看得出缺口 就代表你的视觉解析度 可以区分这两个点 是分开来的 好那我们就是以 C或是E 来测量你的最小视角 来测量你的视力 以上是视力的测量的原理 跟它所代表的意义 谢谢大家